大家好,之前跟大家分享过,现在是大部分兰花的花芽分化期 那么在这个养护期间,如果我们这一件事偷拿的花期就没有花看了 那么是哪一件事呢?这件事就是防虫 那么这个时候兰花的刚刚开始分化花芽 它这个花芽刚刚从炉头这个部分长出,还在土里面还没有长出土面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盆土里面有虫害,它会啃食这个花芽 花芽被啃食了就无法正常的生长,还会枯萎 那么这样呢,就会导致后期没有花赏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虫的工作 那么怎么防呢?防虫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小白药,浮虫胺 因为很多虫它是藏在盆土里面的,我们有时候根本就看不到 那么平时直接喷洒叶面的这个杀虫药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上这种具有类系型而触杀型的杀虫药,也就是浮虫胺 我们取上一小勺,沿着盆边给它均匀撒上一圈,或者是埋进盆土里面都可以 那么后期我们浇水的时候,它就会被植物所吸收 然后呢,这些虫害一旦啃食,这个兰花就会直接被堵死 而且呢,这个药液它渗透在盆里面呢,这些虫害一旦碰到这个药液呢,就是直接被堵死了 所以呢,它的这个防虫效果,杀虫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一般40天左右用一次就可以了 把防虫工作做好了,我们再补足凝甲肥,至当的蒸光控水 那么兰花呢,就能够顺利的分化花芽,长出花间开花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